前天夜晚,沉静的急诊室被急促的救护车鸣笛声打破 不一会儿,一位昏迷的女性患者被送到急诊室,呼喊没有反应,测血压170-95mHG,心率98次分,四肢未见活动 医生快速查看了患者,随即做了头颅磁共振,诊断是急性大面积脑梗死,医生给予了积极抢救治疗 但中因梗死面积太大,形成脑水肿,压迫呼吸中枢,出现呼吸咒停而离世 后来,从患者家属口中得知,患者57岁,刚退休2年,平时身体还行,但是,在2年前退休体检,查出患高血压,高血脂 但是脾气倦,认为身体没有任何症状,不愿意配合吃药,也不愿意复查 就在这次发病的前一周,患者几乎每晚睡觉时会出现右侧手脚麻木,吐瓷不清 过了半个小时,症状又缓解了,所以就没有来就医 结果,发病蛋挽,突然出现右侧手脚不能动,随即就昏迷了 医生坦言,患者此次脑本发病与高血压,高血脂没有控制密切有关,患者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没有控制血压 血脂水平,任其发展,促进动脉周样硬化,血管狭窄,最终导致斑块脱落形成血栓,又发脑梗死 患者发病前一周,睡眠时经常出现手脚麻木,就是血管堵塞的执照 如果早期识别,并立即就医,可能就不会演变成大面积的脑梗死 脑梗死,又称缺血性促重,中医称中风,只有各种原因所致的局部脑组织区域血液供应障碍 导致脑组织缺血缺氧性病变坏死,进而产生临床上对应的神经功能障碍表现 世界卫生组织WHO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大陆脑梗死发病率世界第一 比美国高出一倍,也是大陆人群致残和致死的第一位疾病 著名国际期刊柳叶刀Lancet的数据显示,全世界约40%的脑梗患者在大陆 所以预防脑梗关乎国人的健康,尤其是过了50岁的人 脑梗死发病是突然的,但是它的发病过程动脉周样硬化却是慢性的 很多人脑梗来临前,身体会有一些前兆症状,特别是睡觉时容易出现 因为睡觉时人体相对处于静态,血液速度减慢,形成血栓的风险较白天高 所以夜间是脑梗死和心脏病发病的高危时段 重点来了,尤其是过了50岁的人,睡眠时常出现以下5个异常 是即将脑梗的高危预警信号,建议及早就医,挽救脑细胞,越早治疗恢复越好 1. 频繁打哈欠脑梗即将来临前,首先会出现血流减慢 血液量下降,血管越来越狭窄,从而出现脑部供血不足 致使大脑缺氧,人就会出现连绵不断的打哈欠的表现 打哈欠是一种生理本能,可以使肺部扩张,改善脑部缺氧状态 是人体对抗脑部缺氧的一种条件反射,夜间出现打哈欠 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是犯困,要睡觉了,但是如果是经常出现频繁的打哈欠 尤其是坐在沙发上就睡着了,而且呼吸音很重 这意味着大脑缺氧严重,就要高度警惕脑血管堵塞的可能 2. 流口水 流口水是脑梗来临的常见症状之一 尤其夜间睡觉时更为明显,表现为不自主的流口水 像一侧流口水,甚至会被口水枪醒 有的人还会伴有说话不太利索,口角歪斜 并且调整睡姿也不能改善流口水的情况 流口水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导致大脑神经中枢对口腔咽喉肌的支配力减弱 使得口咽活动不受控制,出现不自主的流口水 对于正常的人,如果突然睡觉时出现频繁流口水 就需要警惕可能是脑梗来临 3. 手脚麻木睡觉时出现手脚麻木也是脑梗死 较为常见的症状之一 主要表现为一侧手脚麻木感要排除夜间睡觉压迫手脚的情况 有时面部、口唇和舌头也会出现麻木 这都是血流不畅血管堵塞的表现 要提醒大家的是,要将脑梗导致的麻木与颈椎病 腰椎病导致的麻木区别开来 脑梗导致的麻木是整个上肢或下肢都会麻木 一般不伴有疼痛,并不局限于手掌或脚掌 而颈椎病或腰椎病导致的麻木 以手掌、手指或脚掌为主 一般伴有放射痛,很少出现整个上肢或下肢麻木的情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4. 眼前发黑很多脑梗患者 在发病前会出现单眼或者双眼发黑 突然看不见东西 这多是因为眼动脉或肌底动脉宫血不足导致视网膜缺血所致 大部分人在数十秒钟恢复 称为一过性黑门 是脑梗来临的高危预警信号 5. 头晕头痛 头晕头痛是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症状 比如感冒、劳累、熬夜、颈椎病 血压血糖不稳都会引起头晕头痛 但是 头晕头痛也可能是脑梗的指兆 尤其是频繁睡觉时出现 因为夜间血流减慢 造成脑部缺血缺氧 出现持续的头晕 可伴有事物旋转、眩晕 并且大脑缺血缺氧也会刺激颅内致敏 结构会引发头痛 表现为全头部闷痛 所以 如果睡觉时频繁出现头晕头痛 而且患有三高疾病 比如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人 就要警惕脑梗来临 重点来了 过了50岁 不想脑梗 要做到以下五件事 第一 控制脑梗死的危险因素 脑梗死的常见危险因素 有三高疾病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感谢观看 高酮型半冠胺酸血症 心防颤动肥胖吸烟过量饮酒酷症等80%的脑梗死与这些危险因素有关也是可干预的因素剩余20%的脑梗死与高龄遗传基因有关这是不可干预的 感谢观看 平时要定期体检包括测血压抽血化验心电图颈动脉超生头颅磁共振检查等来提前发现以上的危险因素并通过饮食控制坚持运动以及药物治疗来控制 第二合理饮食饮食原则限制摄入高糖高盐富含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食物早餐一定要吃晚上少吃主食少吃的红肉牛肉猪肉羊肉动物内脏蛋黄和全脂乳制品 少吃动物油猪油牛油羊油以植物油橄榄油葵瓜子油代替少吃油炸烧烤食物比如炸薯片炸鸡翅油饼油条烤串 少吃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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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 炸三脂肪酸的食物,多吃于一周三四次,核桃,杏仁,松子,开心果,因为Omega-3脂肪酸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选择蒸,煮,炖的烹饪方法,而不是炒,煎,炸。 第三,多喝水喝水,是老生常谈了,耳熟能详的是感冒要多喝水,运动要多喝水,口渴要多喝水,疲劳还是要多喝水。 感谢观看 水是血管天然的稀释剂,水占人体体重的六十百分之七十。 平时要时刻提醒自己多喝温白开水,不要添加糖、蜂蜜、香精等添加剂,也不要一味地喝矿泉水钙含量高,亦导致结石或纯水缺乏矿物质。 可以适当地喝淡茶绿茶或红茶,这都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稀释血液,不仅扭助于排泄毒素,减轻体重,也可以延缓动脉周样硬化的发展。 研究表明,水诱导的生热作用会提高身体基础代谢率,促使燃烧更多的热量,避免罹患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肥胖等慢性疾病,最终降低脑梗死的风险。 医生忠告,除外患严重心,肾功能不全的人,对于成年人来说,建议每天要喝八杯白开水,约两百零毫升左右,早上空腹喝一大杯水和睡前喝一小杯水,是喝水的最佳时间点。 第四,多运动不像机器越用越耗损,而生命在于运动,身体越运动,越灵活,越健康,运动有助于血液循环,清除血管杂质,减轻动脉周样硬化,延缓动脉斑块的形成。 研究表明,长期的有氧运动可增加血液中高密度脂蛋白好的胆固醇的水平,进而降低血液中的甘油酸值以及低密度脂蛋白坏的胆固醇的水平,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医生忠告,保证每周运动至少150分钟,每次30分钟以上,以有氧运动为主,比如慢跑,快走,游泳,骑车,乒乓球,打太极拳等等。 对于上班族来说,运动时间可能很少,那就将运动融入到生活,比如骑车去上班,爬楼梯,做家务等等。 运动强度也是有要求的,要达到呼吸略急促,出汗或者心率100-110次分,这种中等强度的运动才能达到预防脑梗的效果。 第五,足睡眠。睡眠有助于人体组织细胞修复和更新,保持内分泌激素水平平衡,充足的睡眠可以降低患三高疾病以及肥胖的风险。 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曾发表了一项研究,对4000名健康成年人近行长达10年的随访,研究表明,每晚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比每晚睡7-9小时的人,动脉周样硬化斑块形成的风险增加27%。 2022年在《神经病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我国的研究,对3万多名平均年龄62岁的人进行了数年的随访,研究表明,每晚睡眠时间9小时的人,比每晚睡眠8小时的人,患脑梗死的风险高23%。 医生中告,依据目前研究结果,夜间睡眠时间7-9小时,午睡半小时为宜,睡眠过多或过少都不好。 对于睡眠不佳的人,可以尝试睡前喝牛奶,酸澡人泡水,温水泡脚10分钟改善失眠。 结语请大家平时要注意睡觉时是否频繁出现以上5个异常表现,并要做到管住嘴,迈开腿,血管健康,长寿客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